中国重庆市一名邮政储蓄员15年前坚守自盗,之后为求逃避罪责,伪装逆税失踪,自此改名唤醒,化身卖鱼翁,直至今年8月11日才终于落网。 官方中国纪检监察报今天报道,2002年至2003年,曾祥明时任重庆市中梁山邮政之局跳邓邮政所邮政储蓄员,期间少报储户储蓄金额并需购账目,截留储蓄存款76币,金额达人民币60余万元。 邮局之后实施电脑联网,眼见虚假记录将无所遁形,曾祥明苦思如何销声匿迹,终于新生遗迹,2003年8月初,曾祥明一大早就去江边钓鱼,随后将鱼竿插在岸边,皮鞋摆在一旁,伪装逆水架向前逃。 曾祥明家人当天因他外出未归,搜索江边又是鉴鱼具,因此报警求助。 与此同时,曾祥明贪污事发,大渡口去人民检察院见他失守久久未被寻获,因此下达追欺令,但15年来都未能抓到他,一直成为悬案。 曾祥明则仿佛真的溺亡,始终要无音信据报道,直到今年7月,大渡口去重新调查此案,终于评级技术手段,轨迹分析以及跟踪敦手等方式,锁定曾祥明踪迹,将他击捕归案。 警方发现他15年来化名马天顺,躲在江边以钓鱼卖鱼为生,并因钓鱼技术高超,在当地渔圈销有名气,重庆市一名邮政储蓄员15年前坚守自盗,之后为求逃避罪责,伪装逆水失踪,自此改名唤醒,化身卖鱼翁。 是一图 Tooling Image分享